薄薄的饼皮裹着爽口香脆的内馅 是常见的街头小吃 不过要做出美味的薄饼 饼皮至关重要 必须薄得透光 撑得起馅料还得带有嚼劲 手作饼皮烤功夫也日渐是微 但是槟城一家薄饼店 坚守半个世纪的传统 靠着纯熟的记忆和不懈坚持 自制可口饼皮和薄饼 要养家无口还得对抗时代洪流 熙熙攘攘的街头 船来阵阵飘香 槟城吉宁万山路薄饼店 一路走过四十多年的光景 老师傅林亚和是家传手艺 第三代传人 年幼时为了顺应市场 小小年纪学习制作薄饼皮 在热锅上用面糊画圈 一画就是六十年 饼皮材料简单 只需要面粉 清水 盐和油 就能制成面糊 但要做好一片吹弹可破又可口的饼皮 还得加上一点细心和耐性 掌握火候靠经验 把面团搓得带有韧劲 也是靠熟练 一片薄饼皮的成败关键 在于把面团抹得均匀 力度适中 接得够快 这所有过程也不过一分钟 林老师傅对这热锅忙碌了大半辈子 也不忘把手做饼皮的技巧 手把手地传授给孩子 如今到了冒叠之年 在家养老过日子 却还是希望这把手艺可以心火相传 因为以前开始的时候 旧时代很多人做 然后慢慢的就越来越少人做了 问题就是赚钱少 好像普通日子真的是很少顾客的 然后有的话就是大日子 新年就好像清明就很多 然后过后就是没有顾客了 所以就会等 我们就是坐着等顾客来买 所以年轻人很少会做这一行的 老饱饼店家喻户晓 街方爱吃回头客也不少 都竖起拇指大赞饼皮可口有嚼劲 殊不知饼皮的背后 流着一袋匠人的汗水 还有在时代洪流中逆流而上的坚持 这边还一定会这种 Geef 下个木头 顶跟丝 уж时 恰性末 bey 这边 sequel 说